请完成最后一轮90年代金曲猜歌挑战 朗读歌词抢答歌曲名 率先答对两首 即可请出时光点唱人 俊哥快帮帮杜哥 朗读歌词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朗读歌词我也可以 我帮你 我帮你 过来 我也帮你 我们都帮你 我帮我 请听题 开始总是分分钟 哇 知道 哇 知道 哎呦 妈呀 怎么了 阴天 莫文蔚 恭喜 回答正确 一看吧 一看 俊哥 加油 好 请听下一题 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 我知道 请戴君回答 领悟 欣晓齐老师的 回答正确 我们又陷入了一比一 请听下一题 坐下来 一波还来不及 一波还来不及 我知道 请胡夏回答 我还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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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超时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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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周深回答 伤心太平洋的险奇 回答正确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还来不及 恭喜邓紫棋完成挑战 请人请你的时光点唱人 音乐会海报 会是谁呢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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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看 谭剑刺 哈喽 现场的老师们大家好 我是谭剑刺 因为此时此刻 我还在剧组拍戏 非常的遗憾 今天我不能到达现场 跟大家一起聚会了 本来今天是要跟紫棋一起合唱的 我真的特别遗憾 不过呢 我已经拜托了导演组 帮我把我的礼物送到了 这位背后 有个袋子在那 哇 哇 啊 这是 谁的礼物 哇 这是一盆绿植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这是 这是一个雪片帘 雪片帘 哦 雪片帘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它长得太像我 MV里边那一个雪片帘 哦 我陪你雪比方高 自由在你的镜头 好了真的 你的新专辑非常非常的好听 每天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我其实都会单曲循环的 尤其是那一首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非常喜欢 我很喜欢这首 在这里也要祝你的新专辑大漫 加油 嗯 他永远是抛弃我 啊 他上次是什么 本来是这样的 我发了一张新专辑 为了让大家听呢 我就去写了一个十四集的MV剧本 哦 因为我很怕伤 我超级色恐 所以我如果跟我不认识的人去演谈恋爱 我真的我不行 所以 所以我就在想 我去找谁 找个我认识的人 然后熟一点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剑刺 剑刺 剑刺 是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他很会演 哦 这一次 我邀请剑刺来当我的男主角 对 但是呢 当时开拍了之后呢 就因为疫情 然后突然拍到一半 我们集体要待在家里 然后他就回不来了 我当时就发给他一首歌 就是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我就说你走吧 然后我就很伤心 我当时是在微博热搜上面 看到剑刺的名字 我都会心痛 心痛的那种 就觉得好像失恋的感觉 今天又一次让你失恋了 结果他又不来 里面那个信封礼是什么呢 他的道歉信吗 他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胆子很大 我觉得 我想说 你除了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以外 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开的人 那你就要自己唱了 对 太好了 我们也想听你唱 有请邓紫棋带来惊奇演唱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期待 演唱 不愁拜訟 別擔心我 就當作路過 我會笑笑笑笑 我是你的小女人 我要你要你要你快樂 即使要我一個人 可我想你為何帶著淚光 而你為何沒發現 我想這夜哭著 卻沒有選擇 我不是第一個受傷的人 也無謂是最破碎的靈魂 不想愛奔走 該孤山搭走 別擔心我 就一笑帶過 我會笑笑笑笑笑 我是你的小女人 我要你要你要你快樂 即使要我一個人 可我想你為何帶著淚光 而你為何沒發現 我笑著一夜哭著 卻都是真的 我會笑笑笑笑笑笑 我是你的小女人 我要你 要你 要你快乐 其实有一个人 微笑着把已久的耳光 变成说你的心 把天空的给你 也留给自己 好好听 超级好听 我甭不说别的 我觉得紫棋的这个音乐表现力 那种张力太强了 真的是太强了 谢谢 前面的那个气氛的唱腔的唱法 然后再接到后面那个整个高音 张力改师徒 这首歌里面应该有故事吧 对 这个故事感好重 我每次练习的时候都会哭这首歌 对 其实我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离别的人 我每次唱的时候 无论是我想到跟我一起工作的伙伴 曾经很熟悉的人 然后他们离开了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 都不可能有一个人是永远不离开的 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 所以当时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 这样那个宫崎俊写过一段话嘛 说人生就是一辆开往死亡的列车 有人上来有人下去 不可能每个人陪你到终点站 但每个人下去的时候 你都要跟他挥手告别 表示感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专件 是谈 谈剑刺的遗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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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